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,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,约新台币1兆5088亿,产品课征25%的关税。 美国贸易代表署最后也公布了这500亿美元产品的清单,使美中贸易战再度升温。 多国专家也批评川普反复无常的举动将影响全球经济。 新华社报道,伦敦被轮保银行主席,德国经济学家施密丁,Holger Schmiding,指出,川普批准对中国加重关税的产品清单,等同建台世界贸易规则,还催各国对贸易规则的信任。 从长期来看,这些关税有可能最终会使美国当地的消费者受害。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阿密基尼指出,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加征关税,会使全球经济受影响。 他解释,欧盟、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高度互相依赖,美国这么做,不但会推高贸易成本,还会降低所有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。 意大利梅迪奇国际研究所副教授帕伦蒂则认为,美国公布对中国加重可税清单的行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举动。 他提到,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作出承诺,达成协议然后又突然反悔,背弃。 这件事告诉我们,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是多么不可靠。 川普15日宣布,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课征25%关税。 美国贸易代表署最后也公布了这500亿美元产品的清单,涵盖1102类关税项目,主要于2025中国制造战略计划的产业, 例如航台、资讯与通讯、机器人、工业机械、新材料、汽车,但不包括美国人常购买的手机与电视。